你好,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一,婆子使用说明书 二,为什么留姥姥想要大官员的图 三,黛玉被贾母惯坏了吗 一转眼,我们已经读到了第四十回 到了全书一半的地方 而到这里,老杨节目的形式 也又变回了最初的方式 就是把导读,原文,讲解整合到一集 从这个频道开始的一集节目 同时包括读书和讲解 后面变成了AB两段 再变成了三段 现在又变回整个一集 貌似回到的是最初的样子 然而这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 既包括了对平台推荐机制的认识加深 也包括了字幕制作方法的变化 还包括最近才流行的视频进度条 这一圈的变化其实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形式上不断变化的背后是不变的初心 那就是让更多人爱上红楼梦的愿望 所以本节目的核心 通过朗读原文强调原文的重要性 和尽量中立的讲解是始终都不变的 除此之外 邀请对理财有兴趣的小伙伴 关注老杨新开的另一个频道 老杨聊理财 那边正在讲解系列节目《红楼财富论》 老杨会跟你聊一聊 如何用现代工具 避免红楼人物类似的悲剧命运 以及如何让我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之所以老杨要做两个频道 是希望这个频道专心读书 而那个频道更接地气 希望你都会喜欢 下面就让我们打开第40回的原文 第40回 史太军两宴大官员 金鸳鸯三宣崖排令 话说宝玉听了 忙进来看时 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说 快去吧 立等你说话呢 宝玉来着上房 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 众姊妹 商议给史乡云还席 宝玉英说道 我有个主意 既没有外客 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 谁素日爱吃的 剪样做几样 也不要按桌席 每人跟前摆一张高机 个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 在一个石井传心盒子 自针壶 岂不别致 贾母听了 说很是 忙命传语厨房 明日就捡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 按着人数 再装了盒子来 早饭也摆在园里吃 商议之间早又长灯 一席无话 此日清早起来 可喜 这日天气晴朗 李丸请晨先起 看着老婆子丫头们 扫那些落叶 并擦抹桌椅 预备茶酒器皿 只见风儿 带了刘姥姥 碗儿进来 说 大奶奶倒忙得紧 李丸笑道 我说你昨儿去不成 只忙着要去 刘姥姥笑道 老太太留下我 叫我也热闹一天去 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 说道 我们奶奶说了 外头的高机恐不够使 不如开了楼 把那收着的 拿下来使一天吧 奶奶原该亲自来的 应和太太说话呢 请大奶奶开了 带着人搬吧 李丸便令肃云接了钥匙 又令婆子出去 把二门上的小丝叫几个来 李氏站在大关楼下往上看 令人上去开了坠井阁 一张一张往下抬 小丝 老婆子 丫头 一起动手 抬了二十多张下来 李丸道 好生着 别慌慌张张 鬼敢来似的 仔细碰了牙子 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 姥姥 你也上去瞧瞧 刘姥姥听说 巴不得一声 便拉了板儿 灯梯上去 进里面 只见乌鸦鸦地堆着些围瓶 桌椅 大小花灯之类 虽不大认得 只见五彩炫耀 各有其妙 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 然后锁上门 一起才下来 李丸道 恐怕老太太高兴 月姓把船上滑着 高奖 遮阳曼子 都搬了下来预备着 众人答应 腹又开了 瑟瑟地搬了下来 令小丝 船嫁娘们 到船屋里 撑出两只船来 正乱着安排 只见贾母 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 李丸盲银上去 笑道 老太太高兴 到进来了 我只当还没出头呢 才携了菊花要送去 一面说 一面碧月 早捧过一个 大荷叶式的 翡翠盘子来 里面盛着 各色的褶枝菊花 贾母便捡了 一朵大红的 鲨鱼并上 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 忙笑道 过来带花 一语未完 凤姐便拉过刘姥姥 笑道 让我打扮你 说着 将一盘子花 横三竖四地插了一头 贾母和众人 笑得了不得 刘姥姥笑道 我这头 也不知秀了什么福 今儿这样体面起来 众人笑道 你还不拔下来 摔到她脸上呢 把你打扮得 成了个老妖精了 刘姥姥笑道 我虽老了 年轻时也风流 爱个花儿 粉儿的 今儿老风流才好 说笑之间 已来至庆方亭子上 丫鬟们抱了一个 大井褥子来 铺在栏杆踏板上 贾母已住坐下 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 因问她 这园子好不好 刘姥姥念佛说道 我们乡下人到了年夏 都上城来买画贴 时常闲了 大家都说 怎么也得到画上去逛逛 想着那个画 也不过是假的 哪里有这个真地方呢 谁知 我今儿进了这园里一瞧 竟比那画 还强十倍 怎么得有人 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 我带了家去 给他们见见 死了也得好处 贾母听说 便指着西春笑道 你瞧 我这个小孙女 她就会画 等明儿 叫她画一张如何 刘姥姥听了 起得忙跑过来 拉着西春说道 我的姑娘 你这么大年纪 又这么个好模样 还有这个能干 别是神仙脱生的吧 贾母稍歇一回 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 先到了萧香馆 一进门 只见两边翠竹佳鹿 土地下仓台布满 中间扬长一条石子漫的路 刘姥姥让出路来 与贾母众人走 自己却勤走土地 琥珀拉着她说道 姥姥 你上来走 仔细仓台滑了 刘姥姥道 不相干的 我们走熟了的 姑娘们只管走吧 可惜你们那绣鞋 别沾脏了 她只顾上头和人说话 不妨底下国彩滑了 咕咚一跤跌倒 众人拍手都哈哈地笑起来 贾母骂道 小蹄子们还不掺起来 只站着笑 说话时 刘姥姥已爬了起来 自己也笑了 说道 才说嘴就打了嘴 贾母问她 可扭了腰了不曾 叫丫头们捶一捶 刘姥姥道 哪里说得我这么娇嫩了 哪一天不跌两下子 都要垂起来 还了得呢 子娟早打起相连 贾母等近来坐下 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 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 王夫人道 我们不吃茶 姑娘不用到了 林黛玉听说 变命丫头 把自己窗下 长坐的一张椅子 挪到下手 请王夫人坐了 刘姥姥因见窗下 岸上设着笔宴 又见书架上 垒着满满的书 刘姥姥道 这必定是那位哥的书房了 贾母指着黛玉道 这是我这外孙女的屋子 刘姥姥留神 打亮了黛玉一番 方笑道 这哪像个小姐的绣房 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贾母音问 宝玉怎么不见 众丫头们答说 在池子里船上呢 贾母道 谁又预备下船了 李完盲回说 才开楼拿鸡 我恐怕老太太高兴 就预备下了 贾母听了方玉说话时 有人回说 姨太太来了 贾母等刚站起来 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 一面归座 笑道 今儿老太太高兴 这早晚就来了 贾母笑道 我才说 来迟的要罚她 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 上一集的末尾 名烟向宝玉汇报了 寻找名誉庙的事情 宝玉因为对方 没有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庙 发了点小脾气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传话 贾母派人找她 宝玉赶快回到二门 一进来就看到了贾母的丫头 琥珀 见到琥珀的地方是 屏风跟前 这个屏风就是二门口 为了阻挡外面的视线 而设立的一堵墙 这样 二门外的男人 不但不能进入 就连看也看不到 里面的样子了 琥珀说 大家都在等宝玉呢 宝玉赶快走到了上房 原来是贾母和王夫人 众姊妹 在讨论给史湘芸还席的事情 虽然是宝钗出钱请的课 但是名义上 还是湘芸请大家 所以贾府这边 也是要还湘芸的请的 可见 那些说 宝钗抢了湘芸风头的说法 是不成立的 宝玉在组织活动 凑热闹这方面 是最积极的 他马上开始出主意 说既然没有外人 吃的东西 就别按照固定的菜单做 而是挑每个人 最喜欢吃的 做几种就好 也不要大家 聚在一个桌子上吃 而是每个人面前 放一张桌子 放上自己喜欢的菜 和一个各种菜都有的拼盘 再加上一个 自己倒酒的酒壶 这样不是更新奇吗 贾母听了 就直接拍板 安排给厨房了 同时说 连第二天的早饭 也在大观园吃 宝玉的这个建议 对于现在人来说 并不新奇 但是对于 尊卑有别的古代来说 是比较创新的 请你注意 宝玉没来的时候 大家已经在讨论了 可是宝玉一说想法 贾母就定了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贾母对宝玉的溺爱 第二天天气晴朗 李丸一早就起来监督婆子们打扫 准备餐具 刘姥姥和板儿 跟着凤姐的丫头 丰儿进了大观园 见了李丸 她就谈到贾母留下自己的事情 从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次 贾府上下都认识刘姥姥了 丰儿对李丸说 凤姐害怕每个人面前放菜的茶几不够 让李丸安排人去储藏家具的楼里 再拿些出来 李丸就让自己的丫头 素云接过丰儿的钥匙 再安排婆子出去叫二门上的小厮 进来干活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贵族家里的规矩 老杨很鄙视叙述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绝大多数写叙述的人 根本就不懂这些规矩 完全是拍脑袋胡写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婆子的使用方法 第一 接触男人的事情 是要让婆子干的 丫鬟一般情况是不能出二门的 也不能直接跟男仆们打交道 所以呢 前面的琥珀叫宝玉 他就待在二门里面 如果要去贾府外面办事 例如 席人给史湘云送礼物 他也必须派婆子 而不能派丫头 另外 主子之外的男人进入大官园 必须要有婆子陪同 贾云带一堆人进大官园种花 是阶段性的工程 那个时候 是直接拉帷幕遮挡的 除此之外的男人 都需要有婆子陪同 不能随便乱走 之前坠儿可以陪同贾云 那是因为贾云名义上 也是贾家的主子 小四在大官园闲逛的场景 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第二 粗活累活都是婆子干 之前贾云送白海棠 是婆子弟送的 玉串送汤 也是叫了一个婆子 用捧盒端着 后面看到 大官园的花草树木管理 也是交给婆子管的 丫鬟只会负责 庭院内部的打扫整理 和伺候主人 而婆子甚至连 进入主人卧室的资格 都是没有的 在婆子当中 也有特权人物 那就是 曾经当过主人奶妈的婆子 因为贾府敬老 所以这些人 是可以自由进入主人卧室的 甚至呢 还有保育奶妈李嬷嬷这样 以老卖老的情况 总之 丫头是不能直接 跟外界接触的 而这也正是 之后发现 大官园里 有男人的东西 就认为这是大事 要集中突击搜查的原因 李丸在大官楼下 看着仆人们上楼 从上面的坠井阁 搬下茶几来 你还记得 这个大官楼在哪里吗 它就是 元春醒清的正殿 大官园里 最重要的建筑物 旁边的配楼 坠井阁的第二层 就当作仓库来使用了 小丝 婆子和丫头们一起动手 抬了二十多张茶几下来 李丸提醒大家 别碰坏了 甲府的这些家具 都是红木雕花的 既重又精致 李丸还让刘姥姥 上去参观一下 哈哈 刘姥姥跟我们一样 正想开开眼界呢 他拉着板儿 上楼进去一看 里面乌鸦鸦堆着围瓶 桌椅 大小花灯等物 虽不大认得 只见五彩炫耀 各有其妙 刘姥姥念了几声佛 就下来了 刘姥姥这个反应 就跟我们去博物馆 是一样的 知道这里都是好东西 但是很多 不认得 从前面甲府富贵逼人的细节来看 我们就知道 他们家里是没有不好的东西的 普通人更是根本就没见过 当然不认得 李丸突然又想到 如果甲母高兴 可能会用到船 就又安排人 把船上使用的物品 也都搬下来准备好 你还记得吗 原非醒亲的时候 就是先坐船游览 然后上岸直接到正殿门口的 下人们听到 就又从船坞里撑出两条船 装上了各种配套用品 这个时候 甲母带着一群人进来了 李丸赶快迎接上去 说正打算送点菊花给甲母带呢 李丸的丫头 碧月捧过来一个 大荷叶式的翡翠盘子 里面装着各种新采摘下来的菊花 甲母挑了一朵大红色的带赛并角 凤姐则拉过刘姥姥 把盘子里的花 横三竖四的给刘姥姥插了一头 逗得大家都笑了 如果你是刘姥姥 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 是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 还是因为别人笑话自己难为情呢 刘姥姥这时的反应 堪称经典 她笑着说 自己的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积攒了福气 这才换来了今天的体面 虽然贾府其他人都明说 这是凤姐把她打扮成老妖精了 但是刘姥姥还是坚持说 自己虽然老了 但是年轻的时候也爱风流 喜欢花儿 所以今天风流得好 刘姥姥不知道大家在取笑自己吗 当然知道 但是在上一回 她跟甲母见面的高端会谈时 我们就看到了 她会用自嘲这个高级沟通工具 我们很多人不明白 如果别人嘲笑你 你生气怼过去 并不能阻止别人的嘲笑 反而可能会让对方加倍看不起你 反过来 如果你会用自嘲 顺着对方的话 甚至比对方还更近一层 对方反而没得说了 这时候顺着大家的笑 刘姥姥还提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情况 那么在座的一堆小姑娘 就会产生同理心 从而缩小了双方的距离 现在很多老师讲课 也会说自己上学时候的事情 这也是在跟学生拉近距离 你看到没 刘姥姥在沟通方面有多厉害 虽然她没有学过心理学 但是丰富的生活经验 教会了她如何跟人交流 大家说笑着就走到了庆方亭 丫鬟在亭子栏杆踏板上 铺下了褥子 让贾母靠着柱子坐下 这个踏板 就是我们常见的亭子内部 四周可以坐的那一圈 从这里踏这个字的用法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 前面房间里的梁踏是什么样子 这本来就是可以坐 可以躺的 贾母问刘姥姥 这个园子好不好 请你注意 庆方亭是刚进入大观园门口的 第一个建筑 很多景致都还没看到呢 可是即便如此 刘姥姥都说 原来乡下人的梦想 就是去年画里逛逛 可是呢 觉得画是假的 没想到 世界上还真有这种地方 这里比乡下人买的年画 还强十倍呢 如果能有人 照着这里的样子 画一张画自己带走 给别人看看 那么哪怕是自己死了 也有好处 现代人很难理解刘姥姥 这里说的感受 因为我们有了照片 有了视频 即便是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 看了这些 我们也能知道个大概 然而 古人不一样 他们只能通过画 来了解外面的世界 而年画呢 则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画 让我们先看看 三张传统年画 体验一下 它的形式和内容 你看到了吧 这跟我们心目中抱着 招财尽宝的小孩并不同 传统年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就是有吉祥寓意的人物故事 跟我们看到很多古建筑上 类似题材的木雕 石雕是一样的 穷人家用不起雕刻出来的画 就用低成本印刷的年画来代替 看看年画 再想想大观园这样的地方 看到真实的场景 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 刘姥姥进入大观园的震撼了 也才能更深入的体验 什么叫做比年画强十倍 贾母听到刘姥姥说 希望有一幅大观园的画 他就叫了西春过来 让西春画一幅大观园图 这明显超出了刘姥姥的预期 他忍不住拉着西春不断赞美 还说 有这个本事应该是神仙脱生的吧 西春是不是神仙脱生的呢 这还真不好说 因为之前赖头和尚和博足道人就说 是有一帮人都下界体验生活的 贾母休息了一会儿 就继续带着刘姥姥参观大观园 第一站是萧香馆 你还记得贾正义行人 带着宝玉的游览路线吗 他们到的第一个住宅也是萧香馆 但是因为这两伙人的层次目的不同 所以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他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 刘姥姥看到的是 一进门就是两边都是翠竹的家道 土地上面都是青苔 中间一条用石子铺出来的阳长小道 不看这一句 很多人都会以为 萧香馆就是院子周围 种了竹子的四合院 其实她是院子里面种了竹子 而房间也都是在竹子当中的 因为人多 刘姥姥主动让出了中间的石子路 让其他人走 自己则去走泥土地 琥珀拉住她 说土地上有青苔很滑 容易摔倒 刘姥姥却不听 说自己在乡下经常走这种地 可是话还没说完就摔了一跤 这弄得一帮小孩又都笑了 贾母赶快批评大家 让丫头扶起刘姥姥 可是刘姥姥不好意思了吗 并没有 她自己也笑了 还有自嘲刚说话就打了嘴 贾母关心刘姥姥 问她摔坏了没有 如果哪里不舒服 就让丫鬟按摩一下 刘姥姥说自己没那么娇嫩 经常摔跤 我们知道老年人普遍骨质疏松 是非常害怕摔跤的 但是刘姥姥一直在劳动 确实身体好 到了房间门口 子娟早已打起香帘 这个香帘就是香妃竹做的帘子 请注意 这根黛玉的外号 萧香妃子 以及未来她的宿命 都是息息相关的 贾母带着一行人进来坐下 黛玉亲自用小茶盘 端茶给贾母 王夫人说 自己和其他人就不喝茶了 不用到 黛玉就命令丫头 把自己常坐的一张椅子 端给了王夫人坐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 第三回带玉进贾府的影子 那就是她其实非常懂礼节 很多小伙伴都不理解 为什么第三回很懂礼节的带玉 会变成后面的灵怼怼呢 这其实跟前面贾母评价王西凤 后面评价宝玉一样 虽然在只有家里人的时候 这些贾母喜爱的人 都像是被溺爱宠坏的孩子 但是一旦有客人 他们就不会没大没小 因为懂礼节 是身为贵族最基本的要求 黛玉本来就十分懂规矩 只是她给贾母和宝玉宠坏了 在不怎么讲究的地方 就显得十分小信 因为刘姥姥看到窗户下面的桌上 有毛笔和雁态 书架上放着满满的书 她就说 这应该是宝玉的书房吧 贾母却说 这是黛玉的房子 刘姥姥看了看黛玉 说这里哪里像是小姐的绣房 比上等的书房还好呢 之前探春邀请大家 去秋爽斋劫师社的时候 我就讲过 秋爽斋和萧香馆的主题 都是书房 同时呢 这个馆字 除了指教书学习的地方之外 还有宾客居住的地方 因此我们今天既能看到图书馆 也可以看到宾馆 而这两重意思都可以套在萧香馆上面 一方面是说黛玉爱读书 另一方面是说 她始终都有客举的心态 而这两种解释也直接对应着黛玉的性格 一方面是说她才华横溢 而另一方面是说她多愁善感 你看 作者对文字的把握是多么的准确 因为刘姥姥提到了宝玉 所以贾母突然发现宝玉不在 丫头们说 宝玉在池子里的船上呢 贾母这才知道 李婉准备了船 这个时候薛姨妈也来了 大家就坐下继续聊天 并由此引发出一段关于纺织品的专业话题